老公 你说咱们国家有钱人那么多 谁捐的钱最多啊 谢谢你说不好 但人曹德旺肯定算一个了 你要知道今年水灾 有的老板是啊 我拿公司钱我捐了 我能写自己名 但人曹德旺直接拿自己的钱 捐了有一个亿 而且也不宣传 人家这辈子拿自己的钱加起来 捐了有两百六十多个亿了 这个不是说啥 你像今年富豪宝空破的 曹德旺身家也就两百六十五个亿 人家能捐这么多你自己算算 所以说人家真的可以算 是咱国内有钱人里面的榜样了吧 你说它咋挣的这么多 你要知道曹德旺的福药玻璃 它在国外基本上可以说是垄断的 挣的都是老外的钱 那你像全球每次辆车里面 有一辆车玻璃用的就是福药的 你像奔驰 宝马 甚至劳瑟的F 用的都是福药玻璃 你包括前几年美国政府 求着福药说 你说我这边来建个厂吧 我提升一下我这边的就业力 所以说福药玻璃本身 就是咱中国企业的骄傲 曹德旺通过福药挣的一些钱 也算是回馈社会了嘛 甚至是挣老外的钱回馈社会 所以说人潮倒望真的算是这样的 真是太贱能量了 老公 以后我一些什么既衣服啥的 我也要将这次给需要的人 捐衣服你就算了吧 为啥呀 很多饭都吃不上的孩子很需要的 哪家的都连饭都吃不上的 胖的都穿叉叉叉呀我俩